委員好 早 副民長 剛剛黃委員講說 這個 市法院法律的規定 如據聞 我現在更指出另外一個例子 市法律的規定如據聞 中華民國現在的憲法 雖然五院制度 大家互相尊重 本院所制定的法律 法律人 尤其是法院可以高興說 我要用就用 我不高興就不用嗎 當然不行 我們是執法機關 我讀個法條條文跟你聽 我會特別中華那個字 我會加強音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127條 選舉罷免訴訟 涉選舉法庭 採合一致審理 並應先於其他訴訟審判之 以二審終結 並不得提起再審之訴 各審受理之法院 應於 應於六個月內結案審結 法院審理選舉罷免訴訟時 因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27條 白紙黑字我應該是沒有念錯 再來 民事訴訟法第33條 一有下列告款情形當事人得申請法官迴避 一法官有前條鎖定之情形 不執行迴避是指前條的 自行迴避事項 第二法官有前條鎖定以外之情形 主任其執行之務有偏頗之餘者 然後再來就是 當事人這個是33條 迴避的規定 然後 34條是迴避的程序 37條有特別起 法官被申請迴避者 在該申請事件終結前 應停止訴訟程序 但 其申請 因違背第33條第2項第34條第1項 或第2項是規定 或 顯示意圖研製訴訟而違則 不在此限 這個前項規定 停止訴訟 責任職訴訟有急迫行刑人因為必要處分 好那我現在就請教你啦 台南地院啦 省理的一件全國知名案件 就是李全教的 當選無效之訴 地方法院省理的13個月 這中間有非常多的申請迴避 包括 告法官的 配偶 配偶是檢察官 以這個為理由告檢察官之後 再來申請審判的法官迴避 我曾經寫播一篇文章 為了這個事情寫播一篇文章 等等的報紙 你們的法官論壇對我很不公道 在裡面 維穩指名道姓批評我 他沒有看清楚我寫這文章的內容 台南地院老師拿一個說 這次選辦法是訓事規定 所謂的訓事規定是指在訴訟程序中 對於這個訴訟程序雖然違背規定 但是他的訴訟效果仍然有效 譬如說你定 辯論終結 應該要20天內 應該要10天內宣判 結果你辭誤了 你變成20天之後才宣判 這個判決仍然有效 沒有人去質疑這個判決有沒有效 所以 台南地位李全叫這個審理案件 本席從來沒有質疑過審理有沒有效 我沒有說過那個判決沒效 我是說判決 顯然延誤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127條的規定 那你這條的規定我剛剛念給你聽 因 優於其他的訴訟審判支 因在6個月內審結 此物其日 這又不是訴訟程序的指揮 我們也沒有質疑要審判程序無效 是質疑違背了這條規定啊 啊這法律明定 雙院長你們還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錯了 媒體上怎麼寫呢 台南地院的發言人還出來講說 選罷法的規定不必然要遵守啊 請你回答一下 你剛剛不是說法律不是 本院定了你們要遵守嗎 明明是 全國人民都看得清楚用 非常荒謬的方法在想要 拖延訴受 然後只要李全就要一申請 你們就開始迴避 然後這個 裁定然後再讓他抗告他高院 然後高院再來駁回 來來回回總共三事件 這個案子就是這樣子從六個月的審判 規定的強制起見把我審判到 把我們審判到13個月 13個月才結案 當時也很可惡啦 但是法院對於這種脫法 明明白白法律也有規定的情形 你不做處理 當各界在批評說你違背 選舉罷免法明文的規定的時候你要講說那個是 訓事規定我 這個參考就好我不一定要遵守 那你告訴我 到底本院 立法院要定什麼樣的法條 法院才願意遵守這個審判其實 可不可以跟我講 要我明定嗎 要明定我們來改啊 所以我那時候寫了一篇文章建議你們說 對於沒理由 依照法官法第30條 第6款 無正當理由辭人案件是進行 自影響當事人權益情結重大 這構成 法官法平鑑的事由嘛 我這個邏輯有什麼地方不對嗎 平鑑而已啊 如果你有正當理由 平鑑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啊 那個法官法 在TG界的時候大家就 民間就公認這是法官保護法 本席的來自法院啊 我有什麼理由要找法官的麻煩嗎 我的家人也是法官啊 但是問題是 你們台南地院可以這樣子面對記者 說這個 選報法 的規定不必然要遵守 那你們到底要遵守什麼 法院到底要遵守什麼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報告委員 台南地院在發言人在做這個聲明的時候 並沒有提到說我們法律 並不可以不遵守 那裡面我們只是說有提到說 那個法條規定的 顯示研製訴訟的情況之下 說必須要是非常強烈的在形勢上 觀察 一看就知道是在 研註訴訟的情形 但是他在 形勢上 這個是解釋的問題 一個當事人 為了要在法院申請迴避 知道法官的配偶是檢察官 所以先去告檢察官 然後告了檢察官之後再以說你的配偶是我的被告為理由 要申請迴避訴訟 這顯然後面有高人在指導大家在玩法 大家都讀法律讀這麼久 你認為這不是顯然 中院長你認為這不是顯然 在玩法不是顯然在 在想辦法在拖延訴訟 在製造迴避的自由 而後來你們 地院把它駁回高院也把它駁回不是也贊成 這個顯然就是在拖延訴訟 這個迴避是沒有道理的 申請迴避是沒有道理的 好這個 據說我不論 我現在是要問你那個剛剛我問的那個問題啊 到底怎麼樣法院才願意遵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民文規定啊 你們到底認為要怎麼樣才願意遵守 你跟我講 我來修改法律吧 當初那個立法理由 就是怕當事人延遲訴訟 等到告完了官司打完了他那個任期期滿啦 所以才特別強制規定 條文全部都是因因因啊 沒有德耶 我想這方面的解釋應該是相同的吧 因就是必須嘛 那有什麼理由不 不集中訴訟呢 你可以集中審理啊 這是民事訴訟你可以集中審理啊 你可以每天開庭啊 請問你那13個月裡面你總共開了幾次庭 我這邊沒有詳細的 那我請問你莊院長可不可以集中審理 民事訴訟你可不可以集中審理 有他有集中審理 他集中審理你跟我講 13個月總共開了 開200多次啊 有開這麼多次嗎 都沒有那麼多次嘛 因為他表面一申請你就立刻一迴避的規定 開始啟動嘛 那我現在問你 你這台南地院這樣的做法是不是教導以後的 當事人都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拖延訴訟 還是跟我講說沒有特例啦 我們台南地院的 法官跟檢察官怎麼會是夫妻我不知道 是這樣嗎 那你我還要請教司法院啊 你教我們 立法院如何訂一條法條 讓你們願意遵守選舉罷免法的規定 還是廳長你要回答不然廳長坐在旁邊站那麼久 廳長也是我學長啊 你跟我講一條路好不好 報告委員 那委員在選舉罷免法127條這邊定的他是說因相關的情形如何 那因為民事訴訟法裡面 如同剛才委員所指教的 在有關迴避這邊的規定的部分來講的話 那法院因停止訴訟程序 那現在就是在兩個這樣子的權衡衝突之下 那當然如同剛才莊院長所提到的這個情形就是說 在這個個案裡面 當事人他一直以相關的 事由的部分 申請法官迴避 那申請法官迴避的部分來講的話 以受理這個案子的法官 他在 除非 如同剛才莊院長所說的 一望極之 那顯然是延至訴訟的 不是那請長 如果照你這個講法 你就是在教導 將來的 這個 當權無效的當事人如何拖延訴訟 我先來 告一個 法官的家屬 然後我再以這個理由申請迴避 所以 照你們的講法這個都不是一望可知 所以我今天先告 法官的太太 明天告法官的爸爸 下次告法官的爸爸 下次告法官的媽媽 我每一次都給你申請迴避 所以我跟你講 不要在那邊找歪理 我只講一個問題 請你告訴我 立法者 他就是希望這樣子的訴訟 要在短期之間終結 短期之間做一個審理的結果 你交立法院 立法院比較不懂法律 你交立法院如果立一個法律 司法院願意遵守好不好 報告委員我想在每個法官在承審案件的時候都是依據法律的規定來做處理 就委員剛才您所提到的這個 那為什麼老是哪一迅事規定我跟你講這個不是訴訟法 這今天不是民事訴訟法裡面討論說 這樣辭勿審判期日有效無效 那才是迅事規定強制規定的意思嘛 我是在跟你講公子選舉罷免法你辭勿了這個期日啊 那你們後來管考怎麼處理 攀來手做得很好 法律關於六個月審結就十三個月審結沒有關係 報告委員在司法院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有針對選舉訴訟的部分 有沒有在六個月審結之內 我們有做相關的每個月 那你跟我講這件事情後來怎麼處理 那這個部分來講因為後來是 台南立院這邊有判 那在有關個案上面這部分 那我們尊重個案程序的進行 我跟你講啦 剛剛黃伯昌講說立法院法 他是法律專家 立法院法律專家很多啦 光是立法院有律師執照的十幾個 所以我現在就講說如果你們立法院對本院 如果你們司法院對本院立的法律是這樣的態度 法律僅供你們參考 法律的規定 你們可以找其他規定來推翻 那我不知道我們立法院的 所謂的立法權的意義在哪裡 立法了之後給法院 給了司法院法律之後 司法院要不要適用這個法律 自己高興自己怎麼解釋就對了啦 那你跟我講一條路嘛 我現在就是要問你這條路 你講我們立法院來改啊 改成你們非得要強制接受這樣的規定啊 不然你叫集中審理嘛 你們事實上也沒有集中審理啊 現在高興這個案子上訴在高興法院有集中審理嗎 也沒有集中審理啊 現在從上訴到現在又快六個月囉 報告委員就具體的個案上面來講的話司法院的態度是尊重各法院在案件的進行 所以尊重各法院案件的進行 然後不用尊重立法院的立法 就委員你所提到的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司法院承辦的法官也會尊重相關的規定 那沒有沒有尊重規定的什麼處理 以司法院的行政官考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每個月都有六個月這邊 那個有關選舉訴訟 你其實只有一條路啦 就是我剛剛講的 法官法的第30條 他們只有這樣子他們才有擔心啊 不然每一個好大出來開記者會 法律的規定呢我們參考就好了 我們不一定要遵守啊 好謝謝 司法院要記住一下